嗨,大家好,我是控馬西亞吉隆坡人 去年2014年9月 奧巴馬大總統在北京的APEC峰會 高喊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好啦,現在中國 要do well 要跟其他國家一起來 開一下銀行 一起來,do well 看媒體的罪臉,煩啦 不過,不管你怎麼煩啊,怎麼唱衰 人的眼睛還是雪亮的 大概每10年 10年,美帝就要 煎羊毛一次 1996年97年的時候 泰國、韓國 中招了,不過馬來西亞 也就中了 2008年又來一次 估計下一輪 大遊會是在 2018年,還有3年 大家要小心 像你IMF Wall Bank這些錢 第一,門檻高 第二條件又多 好吧 你得先金融 自由化 私有化等等 結果,許多銀行 倒閉了 戰略資產 都被歐美的發達國家給 買了 只能一窮二百 悲劇啊 前蘇聯這條北極熊 就是這樣被所謂的 震盪了 震盪了 震死了 你一旦開放 金融市場 很快就會被 美國那幫 猶太人 用建家 給滿了 誰呢 什麼比爾蓋茲 什麼股神 這幫人啊 大家有說的是 George Soros 金融壞小子 他還是小子 別把我笑死 不過 他在香港的金融大戰中 他終究 被打個落荒而逃 英國啊 曾幾何時的大英帝國 失去了海外殖民地之後呢 還大了起來嗎 弱爆了 小了啦 現在呢 是小英咯 當天 蘇格蘭要是毒了出去 現在 他就是小小英了 小英啊 是很食物的 所以 G7當中呢 小英第一個 投牙了 接著 他的那幫 愛啊 百人兄弟啊 什麼熱爾曼人啊 法蘭 法蘭西人啊 還有 意大利人啊 也 A了 接著呢 路聖堡 瑞士 丹麥 奧地利 西班牙 還有連接歐亞大陸的 TUIKI 土耳其 也A了 現在大韩民國也加了 最新的消息是俄羅斯和巴西這兩個金鑽銀行的股東 也入火啊 澳大利亞 也A了 這世上就是有這樣的一幫人啊 整天想著 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天大地大啊 是你們這一小撮人啊 能統治得了的嘛 也太痴心妄想了吧 以前他們覺得啊 誰控制了石油啊 誰就控制世界 後來發現 欸 是糧食 到了今天又猛然發現 是誰控制了貨幣 誰就控制這個世界 後期只能是百事而已 誰能用得上呢 誰敢用呢 也許毛子哦 但那也只是瞎瞎人而已 因為人類發展到了今天啊 真正最強的啊 最能控制地球人的 是 Re 對了 Money錢 誰會跟錢過不去啊 有了錢 連世界也玩得賺 不相信 聽聽英國人怎麼說 Money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錢啊 連世界也玩得賺啊 今天 誰多 誰錢多 誰就失業老大 Money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Oh yeah 人要吃飯也要發展 像你借錢 你去要撿人家的羊毛 美帝今天之所以會中攤 清理 完全是自作孽 還能怪誰 常聽說啊 God bless you America 一個這樣自作孽啊 這樣做死的國家 上帝會保佑他 你別侮辱上帝 唉 在美帝的領導下啊 第三世界 永遠都是第三世界 想升呢 升級 沒人都沒有 不過 好啦 現在啊 地球人有了亞投行了 希望亞投行能夠 風風火火創亞洲啊 事實在在地 趕一番大事業 造福人類 Amen 好嘞 謝謝大家收看 Torimaka 謝謝